今天晚上我不想以最年轻的双满自由式滑雪运动员金牌夺得者为大家演讲 我想作为大家的朋友谷爱玲和大家聊会天 视频中的她是北京冬奥会两金一银得主 是爱吃韭菜盒子的青蛙公主 在16号晚举行的中国冰雪之夜晚会上 谷爱玲在现场弹奏一曲爱的记忆后 又用朋友交心般自然大方的演讲讲述了自信的秘籍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美的定义永远在改变 但是内在的美永远不变 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去当慷慨善良和自信的人 对你没听错自信是可以学来的 谷爱玲表示通过滑雪她找到了自信友谊不是通过长相 对我来说滑雪是我最大的自信来源 我八岁的时候刚开始滑雪 我是我们队上唯一一个女孩 而且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全女学校 所以我见到这些男孩们 我觉得哇像外星人一样 我怎么和他们去交流太可怕了 但是当我学一个新动作的时候 他们会来我这说爱玲你怎么学会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通过滑雪我找到了友谊 通过滑雪我找到了自信 不是通过长相 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的比赛中 谷爱玲在最后一跳中 首次跳出了1620的超高难度 谷爱玲透露 其实比赛前一天晚上 她和母亲商量不会做这个动作 我准备做1620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我妈和我已经说好了 前一天晚上说不要做这个动作太危险了 因为后面还有两个项目呢 我就说好好好 但是我第二跳跳完了以后 我已经知道我要挑战了 我不怕失误 因为我爱的是过程 我爱的是滑雪本身 所以我跟我妈打电话啊 然后我说妈妈我要做这个动作 谷爱玲表示 希望更多人通过体育 通过热爱 打破自己的界限 找到自信 找到最美的自己 我落这个1620动作的时候 是我人生感觉最美 最自信的一刻 通过滑雪 我变成了最好的自己 我找到了我的平台 我找到了方法 去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运动 这个是我的目标 但是其他人也能通过运动 通过自己的热爱 打破自己的界限 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感谢观看